好,我们一起来看罗马书第八章 那上一次牧师他上到了第七章 第七章很棒 他就是在提醒我们怎么样来脱离律法主义 让我们知道我们没有一个人 我们可以依靠律法得救 那可是在第八章 第八章其实是非常非常 在罗马书里面 第八章它是非常非常丰富的一卷 好的一章 那里面提醒我们说 我们不需要活在律法主义下 那我们也不需要再依靠自己的罪征战 在这一章里面他特别提醒 特别直接提到关于圣灵的工作 圣灵的工作 非常宝贵的一章 那我自己光预备写了讲义 我就已经写了九个A4的讲义 就是可以提到说 我最主要要提到说它里面的内容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丰富 首先我们先来看 我们先来看关于圣灵的工作 我们怎么样基督徒 我们怎么样可以 好像说我们知道那个罪的诠释 黑暗的诠释很大 可是我们到底要怎么样 好像我们可以 可以从里面得到释放 在第八章一到第四节 我们先来读好不好 我们从第一个重点 第一个大点 他讲到关于圣灵的工作 可是我们先再把它 把它聚焦在第一节到第四节 我们先来看这个部分 圣灵在我们身上第一项工作是什么 我们先来看第一节到第四节 我们一起来读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 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 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 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 律法经肉体软弱 有所不能行的 神就猜浅自己的儿子 成为罪身的形状 做了赎罪计 在肉体中定了罪案 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 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 那在这个第一节到第四节里面 他特别提醒我们说 关于圣灵在我们身上第一项工作是什么 那第一节他就开宗明义的提到说 就告诉我们 第二节这边他提到告诉我们说 赐生命圣灵的律 就是圣灵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 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 所以圣灵的第一项工作讲到他 释放我们 使我们救我们脱离罪跟死的律 可是从这几节当中 你会看到 事实上在这一章里面 你会蛮常看到保罗用的两个字 就是关于肉体 关于圣灵 那你要明白 关于这个圣灵的工作 你必须要了解肉体是什么 保罗在这里提到的肉体 到底他在讲什么呢 有三个方面 这是保罗他经常所用的一个字 可是这个字 关于肉体这个字 它是有三方面的应用 首先他讲到 比方在罗马书第二章二十八节 他讲到就是我们的血肉之体 罗马书二章二十八节 那边特别提到 保罗说 二章二十八节这边 保罗说什么 他说外面做犹太人的 不是真犹太人 外面肉身的割离 这个外面肉身 其实就是其中第一个意义 就是第一个应用 讲到我们外面的血肉之体 我们外面的肉身 可是第二个字意 保罗的应用 他就讲到说 就是依照肉体 依照肉体 其实是在罗马书一章 你再往前翻 那其实就只有这三方面 关于讲到肉体 就是这三方面 一个就是我们这个血肉之圈 一个就是依照肉体 就是在罗马书一章的第三节 那边讲到说 论到耶稣 就是论到耶稣 按肉体来说 是从大卫的后裔 那这个依照肉体 依照肉体 他讲其实就是 从人的观点来看一件事情 比方亚伯拉罕 依照肉体 也就是说从人的观点来看 他就是我们的祖宗 耶稣依照肉体 依照从人的观点来看 他是大卫的后裔所生的 那就是人这方面的谱系等等 所以其实肉体 我们刚才讲的 这等于就两方面 一个就是我们外面的肉身 跟我们的这个身体 第二个就是从人的角度来看 从人的角度来看 第三呢 就是我们今天要讲这个重点 就是在罗马书第七章第五节那边 罗马书七章第五节 保罗说 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 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 在我们的肢体中发动 就结成死亡的果子 这里常讲到关于属肉体 那属肉体 我们常常讲说 我们要属圣灵 我们不要属肉体 对不起们 这个属肉体 不是讲到说 你是一个外面的肉体之躯 不是 也不是说从人的观点来讲 你是属肉体 不是 这个属肉体 他讲的是一个人 他顺服 他体贴 他随从肉体而行 跟基督徒的生活 完全相反 这就是保罗在这里讲的 属肉体 就是讲到这件事情 罗马书第八章第八节 罗马书第八章第八节 提到说属肉体的人 不能得神的喜欢 神不喜欢属肉体的人 也就是说 神不喜欢我们 随从肉体 体贴我们肉体 我们想做什么 我们就做什么 那我们的生活 行事为人 就跟基督徒的生活 完全相反 属肉体的 有时候我们喜欢黑暗 我们喜欢一些情欲的事 可是属神的 讲的却是圣洁的 是公义的 是怜悯的 那就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呢 保罗在这里再次的提醒 第八章 他就提到 不断地告诉这些神的儿女说 你们第八章第九节 也讲到说 你们不是属肉体的 你们不是属肉体的 因为你如果属肉体 你每一天 你随着肉体而过生活 你是不会得到神的喜欢 神的喜悦 所以从这些例子 保罗他应用到 关于这个肉体 我刚刚提到说 你要认识圣灵 你要了解圣灵 你必须要了解肉体是什么 可是这个肉体 我刚刚提到说 属肉体并不是指的 我们这个血气的身体 那这个字的意义 乃是讲到说 人类本性里面 一切的弱点 我们的弱点 我们很容易犯罪 那个脆弱性 你知道我们的本性 有一些弱点 一些软弱 就是我们的本性 其实我们是很贪婪的 今天你说我们有很贪婪 那感谢神 你知道那是神伟大的工作 在你身上 可是我现在讲的是 我们的本性 我们喜欢得到那些 不属于我们的 所以在十诫 你记得神特别告诉我们 不要贪恋别人的 这些土地 财产 这些不属于我们的 可是那是我们的人的弱点 人的弱点 有的时候我们会增进 人的弱点 有的时候我们会 我们会希望 会有骄傲 那就是为什么那天 夏娃 你看蛇轻轻的诱惑她 她就犯罪了 她就对 我要跟神一样 有智慧 那其实就是一个肉体 一个肉体在人的里面 所以保罗的意思是 要告诉我们说 人那个罪的本性 你一定要知道 我们有那个罪的本性 罪的本性在我们的里面 它会一直拉我们 好像我们不要顺服神 对不起 如果今天你在这里 你觉得你还蛮顺服神的 或者你喜欢顺服神 你愿意顺服神 你要知道那是一个 很大的恩典 因为那个不是人的本性 我们的本性 是一个罪的本性 所以那个本性 会一直拉离我们 好像说要离开基督 就是你不跟神 发生那个连结 而是不断的吸引你 跟这个世界发生关系 为什么 那是一个罪的本性 你知道罗德 是亚伯拉罕的侄子 对不对 圣经上 并不是一开始讲到 他就跟索多玛 俄摩拉 我们讲到 索多玛 俄摩拉 事实上就是一个世界的预表 好像他立刻就连结在一起 圣经上讲到一件事说 罗德是渐渐挪移帐篷 你了解我们离开神 都是渐渐的 有时候我们没有留意 我们觉得我们看见 我们觉得还好吧 一次不做礼拜 没有关系 一天不QT 有那么严重吗 不参加祷告会 会死 其实有一些东西 在我们里面 我们一开始觉得 其实没有这么严重 说一次谎会有关系吗 我需要一定要跟大家 敞开我的内心世界吗 就是当你的里面 有些东西我们觉得 这个没有关系 这个不重要 那其实渐渐的 可是有些东西 神觉得很重要 比方我刚刚提到说 有一些东西 事实上在世人来看 我已经把我该供养的 给我的父母了 可是问题是 神他看的不是这个 你知道孝顺父母 不是把该供养的给他 就是孝顺 对不对 那就是你要从圣经里面 要去看神的心 神的话语 神的旨意是什么 那罪的本性 是一直把我们抽离到 抽离这件事情 就是不要我们 活在和神心意 活在和神心意的 这样的领域里 那所以呢 顺从肉体 刚刚我们提到 在第八章那里面提到 顺从肉体 他的生活 一个顺从肉体的人 他的生活是不喜欢被神支配 跟管理的 听众姐妹 顺从肉体的生活 就是我要做我自己的主 好 我想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我自己来做我自己的安排 我自己做我自己的规划 别人都不要想主导我 有时候你知道 甚至连神都没有办法 感动我们 好 有时候你明明知道 这是保罗自己 连保罗他身为神的仆人 他都觉得说 我立志行善由得我 可是行出来由不得我 有时候你发现 有时候你是 你为什么就要被圣灵充满 因为只有当你更多被圣灵充满 你会发现 你的心 你的灵 可以浮下来 让神来管理我们 好 让神成为我们的主 可是有的时候 那个罪的本性在我们里面 你知道我们人 会不自觉的喜欢 被那个欲望 所支配 好 所以当保罗想到这件事 他说 一个受肉体支配的人 其实 听众姐妹 因为其实他讲的还不是只是说 好像说 一个外面的这些肉体的罪 像我刚刚提到 我们人 我们的生活 我们习惯 我们喜欢 好像受罪的本性 好 来支配 我们明知道这个是不好的 喝酒是不好的 吸毒是不好的 可是 对这些人来说 有的人他们陷在其中 他们觉得没有什么不好 他觉得说你不了解 因为你没有抽烟啊 你没有喝酒 你不了解 我们在其中 我们的快乐 好 可是我们今天 我们一个顺从圣灵 或者说我们不是活在属肉体 这样生活的人 不被肉体支配的人 对我们来讲 我们就会 那真的是 那就是一个最终之乐 我们即使不在其中 我们知道 那对我们也不会有什么帮助 可是有的时候 听众姐妹 我们也 也不忽视这样的事 当有的人 你不要觉得很不解说 为什么 有的人好像 他们要在那个情欲里面 打滚 在那个金钱里面不断地打转 好 追求他们的喜好 明明这些不会存到永恒 可是为什么人们还要这样做 其实那就是一个罪的本性在人的里面 可是保罗告诉我们说 罪的本性还不只是这些情欲的事 好像你被这个支配 被这个引诱 他特别告诉我们 那是在加拉太书第五章 十九到二十一节 保罗告诉我们什么 他在告诉我们说 肉体是什么 事实上他讲得更高 他讲的肉体 其实是关乎灵性的事情 好 所以呢 在第五章的十九到二十一节 保罗在告诉我们说 肉体的罪是什么 十九节那边开始讲到说 他说像奸淫污秽 挟荡 败偶像 邪术 仇恨 争竟恨 恼怒 结党 纷争 异端 嫉妒 醉酒 荒咽 等等等等 他说其实 这个其实都是 都是肉体 好 可是你会发现在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些 也许我很快的读过 你可以把这个经节记下来 回去自己再做一点研究 对我姐妹 其实读圣经有时候 也是需要一点眼睛 好 有些时候你花一点时间去研究 你真的会发现 神的话里面 字句 每一句 每一个字 其实真的都有 他很深的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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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教导 好 一个劝诫在里面 所以保罗在告诉我们肉体 他肉体 他说 弟兄姐妹 你不要觉得他只是一个身体 一个身体上的事情啊 好 所以 他讲的其实是更关乎 灵性像拜偶像 他觉得这个也是一个肉体 好 邪术 异端 好 增进 纷争等等的 所以肉体对保罗来讲 不只是身体的事 更关乎灵性 好 关乎灵性 你不能顺着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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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的喜好 你来过生活 那所以保罗在告诉我们说 这就是人本性里的罪跟软弱 没有神 没有基督 当一个人没有神 没有基督的时候 他随便 他就很随便的过他的生活 随便做他的决定 随便的嫉妒 随便的增进拜偶像 仇恨凶杀 因为对他们来讲 这没有什么不可以 事实上 对 对 属肉体的人来讲 他觉得大家都这样 我为什么不可以 其实我也没有做的 我才杀一个人 有的人杀很多人 我才 我才 贪那么一点点 有的人贪得更厉害 那 兄姐妹其实不是这样子 其实我 我记得在前两次 我提到一件事 基督若不能够全然 在我们生命中作网 他就全然不作网 你可以了解吗 其实神 他真的希望 可以完全的得着我们 所以肉体这件事情 他其实讲的 其实就是讲到 我们最的本性 有的时候 你我都有这样的经历 我们有一些事情 我们真的不想这样做 可是为什么 我们偏偏这样做 好像你觉得 有一股力量 一直拉你 一直把你往下拉 那是一个黑暗的权势 那是一个撒旦的权势 还要拉你 透过肉体 因为肉体是你最有感觉的 一个部分 有时候那个肉体 让你很舒服 让你很痛快 让你觉得 很好很好 可是有时候 那真的是一个错觉 所以你如果不认识肉体 你没有办法认识圣灵 所以接下来 保罗特别 在这一章 他讲到 这一章 为什么我刚刚讲 它这么丰富 那就是真的 它丰富到我真的 光这一章 我写了九章A4的讲义 你知道我那时候写得太专注 我脖子都扭到 我到今天都有 还没有完全的很舒服 可是因为觉得太丰富了 就是关于神的话 神所要教导 保罗所要告诉我们的 你知道肉体 其实真的是很诡诈 所以保罗说 你一定要制食肉体 肉体你不要去体贴它 你体贴它 你只有一个结局 就是死亡 可是呢 那你说那我就没有办法 因为肉体它一天到晚 它不只是复活 而且你会发现 它真的是很有精神的 好好好 每一天就来挑衅你 那你要怎么办 其实我会觉得说 你硬告诉自己 我不要顺从肉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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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很难 可是有一个办法帮助你 就是关乎圣灵 当你更多的顺从圣灵 听众姐妹 真的 有时候我们想到说 你怎么样让你的身体更强壮 你不要说我身体都有坏细胞 事实上每一个人的身体里面都有坏细胞 可是问题是 你要让你里面的好细胞越来越多 那你知道生命就会吞灭死亡 有人说你怎么样的 好像让狗可以丢下它嘴巴的那根骨头 就是你喂它一个羊排 你给它更好的 所以我们有时候 对于我们的肉体 我们很失望 我们很痛苦 我们觉得说我明知道不可以这样 我还这样 我没有办法治死我的肉体 都觉得那你需要圣灵 透过圣灵就可以对我们有帮助 在第八章里 罗马书第八章里面 关于圣灵这个字 在这一章 在这一章 它就被提了二十次以上 可是在圣灵这个字 圣灵这个字 在希伯来文 它有两个基督的思想 它有两个思想在里面 第一个 这个字它不只是用于圣灵 它也用于风 这个狂风巨浪那个风 吹风的那个风 这个字里面 这个圣灵这个字 它是含着有强大力量的意思 好像突然袭击的 那个强烈的风 我想你已经想到了 对 怪不得五旬节那一天 你记得在 在《使徒行传》第二章 讲到五旬节 到了时候 天上有响声下来 好像一阵大风吹过 所以呢 圣灵这个字 它讲的是 里面是含有那个强大的力量 好像突然袭击的 那个强烈的风 好 这是它第一个用的字 第二个 在旧约里面 关于圣灵这个字 它是有超乎人上的意思 就代表说 圣灵在保罗来看 圣灵其实就代表上帝的力量 所以弟兄姐妹 当上帝的力量在你的里面 就不一样了 所以保罗在 第八章一到四节 我们讲这么多 事实上保罗在告诉你什么 他就告诉我们 说我们做基督徒 我们以前 有一个时期 就是你还没有得救那个时期 好 那有一个时期 就是你自己 会受你自己 那个罪的本性的掌握 就说 因为没有人引导 你也不认识圣灵 你也不认识主 所以在里面 就是你想要做什么 你就做 或者你随着这个世俗 随着好像一个潮流 好像你就顺着 那个肉体 人家拜拜 你就去拜拜 人家在那里征镜 人家在那里 好像忌妒 人家在那里 有彼此仇恨 你在哪一边 你是蓝的 你是绿的 你是赞成多元成家 我是不赞成多元成家 哇 大家这样吵成一团 在一个人 他还没有认识神的时候 圣灵 还没有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 你发现他就是被那个罪的本性掌控 所以就随着这个世界 随着自己的喜好 做决定 或者说说话 行事 做人 从事 都是这样子 可是问题是 保罗提醒 这个时候 律法就会变成 叫他犯罪的东西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一个人如果他不断的 顺从罪的本性 他慢慢的就会成为一个 一个失败 沮丧的人 好 律法怎么叫做 让他变成叫他犯罪 律法其实是叫我们 成 成圣的 可是对一个人来讲 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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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说 没有认识神 没有让圣灵 掌权在他里面的时候 那他自己就不断的 只是顺着那个罪的本性 走的时候 律法为什么会成为 叫他犯罪的东西 我举一个例子 一个人他都不知道交通法 当他过马路的时候 他闯红灯 他闯黄灯 或者 他都不觉得他有问题 他也不觉得说 他 他犯了什么 什么法 没有 因为他不知道有这个法嘛 可是当这个 有一天当这个交通法 颁布下来了 告诉我们说 闯红灯 你就会罚款多少钱 你就会怎么样 怎么样 怎么样的一个错误等等 接下来他吃上 他就知道了 以前他觉得 闯红灯 黄灯 对他没有关系嘛 我过马路 反正我是顺向逆向 无所谓的 那个 那个 什么叫 双黄线 可不可以过去 不可以过去 对他讲无所谓 反正就是一条路 随便我开 可是当交通法 下来的时候 他开始发现 哦 原来 这是有法规的 哦 原来我这样做 其实我是犯了交通法 第几条 第几条这样子 这个交通法 就让他知道 我这样做 其实是有罪 以前我们 不信主的时候 我们觉得贪心 没什么 不孝顺父母 大家比比皆是 可是当我们认识神 律法 进到我们里面 我们开始看见 哦 我不能这样 这个开始成为 我们里面开始 知道说 其实这样做 我们就得罪了神 神不所不喜悦 可是如果一个人 他有神的话 神的话已经下来 他知道神的话 是这样说 可他继续 他觉得我不要听 我还是要做我的 反正 即使交通法告诉我们 说不可以闯红灯 不可以 这个双黄线 我不可以这样子走 不可以那样走 可是我就是 我还是要这样走 反正撞到人 或者说 或者是犯了法 又怎样呢 当一个人 他不把神的话当话做 这个律法 就是保罗告诉我们 好像成为一个 就是 好像律法 就好像成为 定罪我们的 叫我们犯罪的东西 可是事实上不是 律法是要帮助我们成圣 所以当一个人 他成为基督徒以后 神的灵就像狂风一样 神的灵 是有力量的 进到他的里面 他就开始过一个 得胜的人生 所以他觉得 我还是很想闯红灯 我还是很想这样 好像不守法 可是我还是 很想贪婪 可是神的话 进来说 不可以贪心 神的话进来说 要孝顺父母 神的话进来告诉我们说 我们应该 要有一个怜悯的心 等等 你就知道 可是我做不到 可是我们就在求神 你帮助我 圣灵充满我们 神的力量 进到我们里面 我们就可以开始 过一个得胜的人生 我们开始做 我们过去 我们所做不到的 这就是保罗在告诉我们的 所以在这个经文里面 第二个部分 保罗特别提醒 耶稣在我们身上 工作的果效 所以一开始 保罗他提到说 我们每一个人 都在亚当里犯了罪 所以 每一个人都被圈在 亚当的罪中 至终 如果我们都一直活在 那个老亚当的里面 就是那个罪的本性当中 我们顺服 那个肉体 我们体贴肉体 那至终 其实他就是一个死亡 他至终就是一个死亡 可是呢 另外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 保罗提醒我们说 可是耶稣来到地上 所以你看第八章 第一节说 那些在基督 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 保罗好像在这里 其实你要在你的 头脑里面 眼睛 你要看见两个圈圈 一个是 一个黑暗的国度 一个是 光明的国度 一个是在老亚当的生命里 可是一个是在 一个新造 在耶稣基督里面 就是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 耶稣取了人的样子 道成肉身 而且我们的主 祂是完全顺服 以至于死 菲利比书 保罗特别提醒我们 主的顺服 主的顺服是 祂没有一点体贴自己 耶稣祂完全 祂道成肉身 祂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 祂受苦 祂受羞辱 祂被逼迫 其实在祂的肉体里面 那个肉身 我们说肉身 有三方面的意义 当然其中一个讲 其实就是我们外面的这些 我们的肉体 我们的血肉之躯 其实耶稣是有感觉的 可是问题是 耶稣还是要顺服 即使在一个最困难的环境里 祂为了要成全那救赎的恩典 祂献上完全的顺服 就完成神的律法 可是呢 今天保罗告诉我们 我们就是没有一个人 律法 摆在那里 今天如果 你看那些法利赛人 那些文士 那些教法师 他们其实他们的讲法就是 他们守好多律法嘛 而且他告诉百姓要这样这样 事实上他们加了很多 可是问题是 我们的问题是 我们没有办法守 事实上当你要倚靠你自己的力量 你觉得 你们要像我这样 我们都守了 我们才能上天堂 其实这叫做律法主义 律法主义就是 我强调我要靠着我自己的力量 我守住了 我就得到我自己的意 这个 这个是因为我守了 我做了很多 所以你看我得到了这个意 可是问题是 保罗在告诉我们说 错 你没有办法做 你没有办法全遵守 律法的每一条 可是耶稣基督来 耶稣来 他为我们道成肉身 他取了完全的人性 他献上完全的顺服 所以耶稣替我们死 耶稣是个完全的神 他也是个完全的人 所以保罗说 当你跟耶稣合一的时候 你跟耶稣成为一体的时候 你就圈在耶稣的完全里面 所以很简单 保罗在告诉我们说 你现在如果说我们要靠我们自己 去遵守这些律法 至终我们也是死路一条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守全 可是圣灵来 耶稣来 他就救我们脱离罪跟死的律 今天我们只要被圈在耶稣基督里 那我们呢 我们只要被圈在耶稣基督里 我们与神合一 我们就在耶稣的完全里面 所以呢 在耶稣里面 我们献给神完全的顺服 好 就好像在亚当里面 老亚当当中 听众姐妹 人类带到神面前是自命的不顺服 所以我们要从老亚当 那个不顺服里面要出来 人类的得救 我们的得救 好 其实是因为以前我们不认识主 我们不认识主的时候 我们就是被圈在那个黑暗的圈圈里面 好 那被圈在亚当的罪里面 所有那些世界上那些世俗啊 很多你所想的到那些罪恶 其实我们都在里面 过去我们都在里面 可是今天因为你相信主 保罗在告诉我们说 因着你相信主 你就从这个黑暗的国度 被迁到神爱子的国度里 你有一个新的身份 你不再需要靠你自己 因为我守了十戒 二十戒 我守了全本圣经 所以我得到了一个义 我不是保罗说你不可能 所以保罗在第一章 罗马书第一章 他一开始就说 我们义人是本于信 以至于信 义人必因信得救 意思是说 我们是从信心开始 然后我们要用信心走到底 每一次你做任何事 你要用信心来到神的面前 所以不是你 不是你好像说你做多好 所以你有一个 得到一个证书 代表说你得到这个义 因为你守全律法 保罗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就是没有办法 可是我们从这样的一个律法 主义当中得释放 是因为耶稣基督 当我们相信耶稣 我们就被圈在 耶稣已经为我们 是耶稣为我们成就那个律法的义 所以因着我们相信耶稣 我们跟神合一 我们身上 我们就有那个律法的义 这叫做因信成义 我们被称为义 是因为我们相信耶稣 单单因为我们相信耶稣 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 弟兄姐妹 不晓得你想过这样的事 黑暗的国度跟光明的国度 这件事情 它有多真实呢 我记得这应该是对 是在铁撒罗尼加 前书那边 后书那边吧 是不是 它特别提醒我们 就讲到说 我们 其实像我们在 这个神的国度 过往 我们真的 弟兄姐妹 我们没信主以前 我们真的是在 那个黑暗的国度当中 我们的名字 我们的都在里面 可是问题是 当你信主的时候 你相信耶稣开始 你知道 神就把一个新的生命给我们 我们的名字就不在里面 不是你做了什么 我记得那时候应该我们 我国一的时候 我记得我曾经在这里提过 我家我爸爸他们习惯 每年过年 一开始就要 就是要去点平安灯嘛 那要 就为全家算流年 可是那个时候 我们很小 才国一 那爸爸当然也是把我的名字拿去算 可是我记得 爸爸那天回来就跟我说 就是跟我妈 他跟我妈讲 就是他们算的 算命的 他们讲说 这个女儿不在里面 她的名字不在里面 那就跟她讲说 就有耶稣 就带她 就带她 所以我爸爸后来就跟我 跟我妈讲说 这女儿就是有耶稣在带着她 所以以后不用帮她算 其实我真的相信 事实上不是我个人的见证 我知道很多基督徒 有这样的一个见证 所以基督徒去算命 不会准的 所以不用算 你的命在主里 都会是最好的 因为当你相信耶稣的那一刻 你觉知的那一刻 弟兄姐妹 你的名字已经从黑暗的国度 被迁到神爱此的国里了 所以因为耶稣所做的 就为基督徒开放了一条生命的道路 我们不再受 我们这个肉体的支配 过去我们的肉体 告诉我们 我想做什么 我想吃就吃 想骂人就骂人 想随便做决定就做决定 想要怎样就怎样 只要我开心 我喜欢 有什么不可以 只要我喜欢 我伤害别人 我也无所谓 只要我自己过得好就好 其他人管他的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老我 我们的肉体 那充满的 其实不是一个被神的灵所掌管 你怎么样去看你生命中 你到底是被神的灵掌管 还是你自己在支配你的生命生活呢 你知道如果你真的被神的灵掌管 你一定会有一些这样的一个经验 就有的时候 其实你在那里破碎你自己 你在那里 有的时候你在那里顺服神的时候 其实明明对你来讲 其实很不容易的 可是你仍旧选择在那里顺服 好 那而且 真的你还顺服成功了 对不起 你会发现 按照你天然的力量 你的个性 你不是这样的人 可是你为什么可以 那就是一个灵的力量 在你的里面 好 在你的里面 好 那这就是主在帮助我们 好 主帮助我们 所以听众姐们 你要认识圣灵的工作 我再说 你需要了解肉体 所以保罗在一开始 他在第八章那边讲到 关于圣灵 关于肉体 那其实就告诉我们 你为什么不要体贴肉体 体贴肉体的结局是什么 你为什么需要体贴圣灵 圣灵是什么 可是我们讲到圣灵 有人觉得 像很温暖一个坛子 有温暖的感觉 鸽子有变成平安 好像雨水一样 可以洁净我们 这个都是象征 可是事实上就是 所以我们拉回到 我们的主题的时候 我就让弟兄姐妹知道 圣灵这个字 他在原文 这个字意里面 带出两个基督教的思想 第一个 讲到那个力量 强而有力的力量 像大风一样 第二个就讲到 他就是上帝 所以圣灵就是上帝 所以当我们 没有办法 依靠我们自己 脱离我们的肉体 我们的情欲 我们的软弱 当圣灵来 当你接受耶稣的时候 就有一个力量 那是上帝的力量 进到里面 他就帮助你去得胜 你所不能得胜的 这就是保罗在这里 告诉我们 是圣灵使你脱离罪跟死的律 是耶稣基督释放你 当你被圈在耶稣基督里 第一节说 你就不被定罪了 你就从定罪里面 过去的定罪感 就从里面 就消失了 好 那可是接下来 第二题他就提到说 那到底体贴圣灵跟体贴肉体 有什么不同 什么是体贴圣灵呢 好 那我们再回到 这个体贴肉体跟体贴圣灵 什么不同 这就其实很简单 当我刚才讲了 我把这个圣灵是什么 肉体是什么 我们做一个很清楚的 这样的一个详解的时候 那你就可以了解 体贴肉体是什么 体贴肉体 其实他简单讲说 有的人的人生 他就是受人罪的本性 来支配 来管理 他的中心 一个体贴肉体的人 他生命的中心就是自己 他唯一的律法 就是自己的欲望 一切都以自己的喜好为主 所以他受情欲的支配 对不对 我喜欢一个人 管他是不是有丈夫了 或者他受贪婪的支配 想要得到那些 不属于自己的 有的受骄傲的支配 有的受野心的支配 希望得到肯定 里面有那个真净的灵 共同的特质都是 一个体贴肉体的人 听听见 那个共同的特质 都是他们内心没有主 一个体贴肉体的人 共同的特质 内心没有主 所以他们才会顺着 被这些本性的欲望 所吸引 所以其实当你了解 原来体贴肉体就是这样 所以有时候你需要分辨 我这是体贴圣灵 还是体贴肉体 究竟你要用神的话来检视 还有当你做一件事情 它是把你拉得离神更近 还是把你拖得离神越远 其实这个都是一个指标 让我们去了解 今天我是在体贴圣灵 还是在体贴肉体 当你做这件事情 你的心很平安吗 你觉得神很喜悦吗 神的话有印证吗 圣灵在你的里面有阿门吗 好 所以那体贴肉体贴圣灵是什么 当我们讲说体贴肉体 其实简单说 它就是受人罪的本性支配 那罪的本性 我们刚刚在第一个大体 我们已经提到 可是问题是体贴圣灵是什么 体贴圣灵就讲到另一种人生 这个人生是受神的灵来支配 我已经讲了几次说 我们常常讲到说 我在基督里 基督在我里面 我也在他里面 这就有时候这个话太抽象 人们不容易了解 可是让我们用一个更 比较可以明白的话来解释 就讲到说 当我们说我们在主里 主也在我们里面 我们也在主里面 这就好像一个人住在空气里面一样 当他住在基督里面 就好像我们在空气当中 我吸入空气 那空气也充满我 那我里面有空气 可是事实上我也在空气当中 这就你了解 基督在我们里面 我们也在他里面 其实也是这样子 好像神这样的充满我们 可是我们里面也充满着基督 我们又活在一个充满基督的一个 其实在这个世界当中 事实上你真的可以 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体会 有这样的一个看见 就看见我是在基督的里面 它其实并不是一个抽象的事情 一个体贴圣灵的人生 就是他不把自己的心 好像说不是本位主义 不以自己的心为心 而是把基督的心 好像放在他生命的中心 他没有自己的欲望 遵行神的旨意 明白主的旨意 其实是在他生活当中 最重要的一件事 被圣灵管理 他一生都集中在神的身上 听众姐妹 这就是一个体贴圣灵的人生 体贴圣灵 其实不是只是 觉得以前我听过一个 一个见证 虽然我觉得这个见证 真的不是那么重要 一个苹果摆在那里 想一想主到底要不要我吃 如果主要我吃我就吃 如果主不要我吃我就不吃 这就我觉得这是太小的事 你吃了其实也不会怎样 好那如果主不要你吃 我相信 就是会有人把它拿去吃了 或者当你拿起来的时候 你发现原来苹果烂一半了 你自然就不吃了 所以我个人相信 我们体贴圣灵这样的一个人生 其实是你很自然地 行走在主的旨意当中 好那而且在你的里面 你会很自然地去体验到 神圣的一个禁止 在你的里面 就是有的时候你知道 你里面你就是知道 你就是知道神不喜悦你这样做 或者你就是知道神要我这样做 神要我这样说 体贴圣灵的人生是讲到一个人 他真的很想明白主的旨意 他很想遵循主的旨意 他一生中最怕的就是 主我没有遵循你的旨意 今天这样的道理 其实已经被很多 也许被很多人忽略了 这个时代大家最强调 家庭家庭儿女 或者说你的梦想 这个我在说都不是不重要 几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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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都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 可是我更要提的是 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在我们跟神的连结当中 其实你有多渴望要明白主的旨意 当一个事情 不管在自然界发生 在灵界发生 那你有多么渴望 你有多么渴望 想知道说 这到底是什么 世上不会每一件事情 尤其不会每一件事情 都没有意义 就这样子发生了 有一个家庭 孩子不是那么听话 有一些状况 那 有一些状况 那 可是呢 我就想到说 其实也没有特别想 可是前两天 礼拜六早上 我就梦见他 我就梦见这个孩子 来敲我们家的房门 后来就给他开门 这样 后来就跟牧师说 我怎么会梦到这个孩子 敲我们家的房门 那 我还给他开门 他应该去找他爸爸妈妈 怎么会来找我们呢 那也不知道 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 那我本来说 要不要去打电话 去他们家 看看有没有什么事情发生 可怀牧师 不用 我又瞎紧张 万一这没事也不好 我们就没有去 可是弟兄姐 我相信 每一件事发生 每一个事情 否则主就让你忘记了 那否则总是觉得 好像是一个事情 这样子 可是昨天呢 我们就听见 这个家长跟我们分享 分享说 上礼拜 就发生一个事情 说 那个礼拜六早晨 孩子呢 他有几个朋友 他们去山上玩 就孩子被狗咬 那 这个孩子 因为事实上也是 李主义 就是有点 以色列家迷失的羊 所以呢 他说这个狗 谁都不咬 就好像就找他 就咬他这样子 孩子就 这样就痛嘛 后来呢 因为 就是父母住得比较远 所以后来就打电话 跟他讲这个事情 那我一听 我说 哦 好奇妙哦 那我说 也许这个孩子 一定在当下 搞不好他 他 他祷告主 他祷告主 所以呢 主说叩门呢 就给他开门 对 你知道有时候 在异乡里面 异梦里面 有一些其他是有他的 一个一些象征 对不对 我们象征着神的仆人 那有时候我们不太容易 我自己跟牧师分享说 对啊 我们不会梦见主嘛 主给他开门 那这个也是很怪 所以有时候 他有一些象征 在我们里面 我们就觉得 我们有个感受 就是啊 或许这个孩子 透过这个事情 其实他是回到主的面前 神也垂听 他父母这么多年的祷告 让孩子在一个意外当中 好 那 可以 好像回转 醒悟过来 对不对 我只是要提到一件事 你要渴望明白主的旨意 就是在一个事情发生 你也不要觉得 哦 没关系嘛 就是这样 而是 是不是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也可以学习 问主 那这是什么意思 可能现在不知道 可是你要很警醒 随时 突然可能过两天三天 一个事发生 你就明白 啊 原来主在教导我这件事 原来主在告诉我这件事情 所以听说这个是很重要 这个时代 我要说的是这个时代 到底有多少人 他很想明白主的旨意 关于婚姻 我是觉得说 哎呀 看到这个我喜欢 就嫁了 就娶了 看到这个工作 觉得啊 很开心 我就做了 看到这个房子便宜 我就买了 还是说我们都问主 主 这是你的旨意吗 你的想法吗 但我讲的这个都是自然界 比较是我们生活中 我们实际 我们的需要 不管是 这个 不管是伴侣的需要 工作 或者是 居住的需要 可是我讲的说 除了这个 这个自然界的事情 你要问主 生活中很平凡 你都可以问主 可是问题是 除了这个以外 还有没有其他的 我们可以这样问主 主 我应该怎么样的 带领我的主缘 我应该怎么样 把我的 把你的话 交导给我的主缘 我应该怎么样 把福音给传扬出去 主 你希望 我怎么样分享 主 你希望我怎么样 为你做见证 或者主 你希望 我怎么样 好像可以 在 在你所托付我的事上 我要忠心 或者主 你到底 把我摆在这样的一个 环境当中 主你要我做什么 其实当我们问主 我们跟神对话 你知道神其实很喜欢 神很喜欢回应 神喜欢让我们明白 可是神会让一种人明白 就是你真的要遵守主的旨意 很遗憾的 有的时候 我们问是问 有的人问好多人 你看看这一些 终于问了十个 有一个答应跟他是相符 他是觉得这是神的旨意 你可以了解 有的时候我们喜欢听的 一些我们觉得 我们比较觉得 比较 我们听起来比较痛快 觉得我们比较 你的话语 我觉得听起来比较舒服 那些比较不舒服的 我们可能就觉得说 不一定是这样 每个人看法不一样 他可能因为怎么样 有时候我们很容易这样 我们会疏忽 我们会轻忽旁边的这些话语 甚至一些环境上的一些 一些印证 一些提醒 可是我觉得神很喜欢 跟我们对话 对我姐妹 神很喜欢跟我们对话 神喜欢 我们可以明白他的旨意 如果在这个世代 虽然看起来是很黑暗的时代 但是我也相信 神正在兴起一批圣洁的子民 而这批子民 是单单愿意顺服神 明白神旨意的一群人 羔羊无论往哪里去 他们都要跟随他 所以求神真的帮助我们 我们下一次会从这里 我们要继续再来往下看 可是我只是 今天我停在这里 我只是要提到这件事就是 要明白主的旨意 我记得以前有一首古老的诗歌说 尊主旨意是我需要 对 我们应该常常觉得 主我要明白你的旨意 不管你透过异梦 异象 或者透过一个人 两个人 透过环境 主你对我说话 主让我可以明白你的旨意 而且让我看见 我明白 我就勇敢地往前 我要遵守你的旨意 如果你是这样 你就是一个体贴圣灵的人 你的人生就是一个愿意 受圣灵支配的人 而不是受着自己的欲望 自己的想法 本位主义 自己的喜好 来过生活 体贴肉体 保罗清楚地讲 就是死 可是呢 体贴圣灵的 乃是生命平安 我相信神要把这样的生命平安 赐给我们 可是好不好 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世代 这些日子 让我们更多的愿意 明白主的旨意 而且体贴圣灵的心意 好让神 神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 有路可走 好不好 神祝福大家 神祝福大家